好 再來看到是邱慶琳對上張俊文 男子組第六兩級 邱慶琳是右邊的選手 所以右手他現在這個位置是抓得很好 這個位置他一定要進攻 他不攻張俊文等一下絕對不會讓他有這個機會再抓那麼好 內腿掃腰再來右手這麼難 黏腳再來 這個位置一定要做到得分 這個已經抓到那麼好了 應該還要再大支一點 所謂大支就是你個人的得意技 應該讓他慢慢抬頭了 只要張俊文死擋住那個很極端的姿勢 慢慢能夠抬頭 邱慶琳的優勢就不見了 所以剛剛很可惜從左邊走到右邊的時候 應該走到中間就要攻了不要再走到右邊去 現在重新再一個搶手 張俊文應該不會那麼笨再讓你有那麼好的機會 內腿內腿內腿 張俊文特別的撐啊 特別的撐啊跟突點 小內哥漂亮 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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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且這邊有嗎這邊有嗎 要繼續 被跑掉了 這一隻小內哥齁就是在81公斤 這已經算青少男比較算重量級 有一個小內哥很有水準 張俊文這隻小內哥 而且又是左邊的齁 很有水準 左邊的小內哥 又再一次造成這麼高張力的搶手 大衛哥 大衛哥 好可惜喔邱慶琳 邱慶琳有力氣 感覺腳的力氣好像比不上手 腳好像隔不動 腳好像隔不動 張俊文加油樓上人在喊了 抖一下小內哥 內腿 掃掃掃掃掃掃反 沒有 好嗎 好的 好 好的 好 好 邱慶玲頭上在喊 上手快一點 就是你的右手再快一點 有啦 要攻啦 內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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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這裡被擋住 還是被擋住 或是說手拉的也不夠 空虛啊 剛剛講說他腳沒力啊 現在這次人家腳有進去啊 反而手沒拉 太空虛了 很可惜 再來 欸 我們張俊維 張俊維掃攻囉 欸 有了 輕巧 張俊維等一下要跟 跟順利威好看了 張俊維 而且沒有很累喔 沒有很累 邱慶玲就比較可惜啊 這個幾次的一個機會 這很輕巧 大家看一下 這是第一個小內哥 半勝 都很輕巧 這第二個 內腿反啊 就是 一個舉一個腳 他內腿我舉到前面一推而已 喔 恭喜啦 著啊 趕快 走 呢 好 谢谢大家